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时候 你觉得恒指可以反弹到什么水平 现时去看的时候 仍然是一个很淡增持的格局 暂时在2万点的位置 就是上上落落的状况 值得留意的是3月16日的高位 大概是21,000点附近的位置 换句话来说 如果不是连续两天突破这个顶部 可能大家都有个心理准备 继续维持上落市的格局 介乎19,500到2万点的位置 我想今个星期来说 市场倾向会关注一些科技股的业绩表现 以至昨天的大市成交相当低 只有900多亿 所以今天来说可能都是大概这个水平 就算是有利好消息刺激 暂时去看未必有一个很大的动力来上升 所以今个星期比较关键 如果破了2万0100点 才可以后市看得稍微乐观点 有机会去到3月16日和17日之间裂口的顶部 就是靠近2万0800点的水平 你觉得企稳在2万点流上的机会有大吗 我觉得今个星期 都是徘徊在2万点的机会会比较大一些 因为刚才就是配合 科技股的柜绩状况 所以都要留意这些消息面比较敏感 所以大家都会对于大市成交金额 可能都要有一些比较低的期望会比较好 我们都要看下午的表现是怎样 正如我刚才所说 如果连续两天看到它收高过2万0100点的时候 后市才可以稍微乐观一点 否则只是在1万9500去到2万点之间 是一个整股的状况 真是反复一点 最近指数的走势